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元朗站你想上车就起码要等三班车 而且是很逼很逼的,看不到气了 港铁是香港的交通命脈 乘客量年年增加 到去年已经超过18亿人次 在繁忙事端,乘客上不了车的情况 几乎每条线都出现 实在现在的信号系统已经是用尽了 在港岛线,在荃湾线和观塘线 我们已经是不可以再增加更多的车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这个信号系统的安全设计 是不容许我们再增加行到更多的车 为顾客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是港铁一向的承诺 不过,近年除了车厢制迫 很难上车之外 乘客还因为港铁 频频出现故障而大受困扰 港铁的服务 是不是已经超出负荷呢 阿天住将棍澳 每天都要过海去湾仔上班 早上繁忙时间 将军澳线的车厢逼满乘客 他说自己经常都因为上不了车而迟到 下一站北角乘客可以转城港岛市 有一次我试过是等五班车 在北角站转车的隧道 是半条隧道排满人的 当然很辛苦,很逼 上车后,我站在门边 门又关门,也不能关门 关门又吞着你 可能一关门就令你很痛 当然这情况,作为市民 我们希望港铁的服务可以有进步 下一站,收拾完钟 乘客可以转城港岛市 往柴湾沿途各站 根据港铁提供的资料 由将军澳站到湾仔站 行车时间应该22分钟 不过Tem就每天早上 逼着要花整个小时乘乘地铁 不是很開心,在將軍澳站等了兩班 在北角站等了三班 我8時鐘,因為現在是9時才到 我覺得不太公布 之前有條巴士線在將軍澳出港島 但很可惜前陣子巴士公司停止 因為營運問題 對,在某程度上我會逼你搭港鐵 根據運輸處數字 由2004至2012年間 港鐵總乘客人次 由不夠12億,增加到15億5千多萬 增幅超過三成 遠超同期的香港人口增長 這個增幅亦超出港鐵原先的預期 會很擠,因為太多人了 真的很多人 不是說你不介意去逼,而是你想逼,你也逼不到進去 黃太是元朗居民 細鐵是他出市區的主要交通工具 為了避開人潮 他有時選擇搭倒頭車去上一個站上車 有時我自己很不舒服的時間 例如出去看醫生 我不會坐在這輛車 我就是坐在這輛車 浪費多20至25分鐘 坐著吊頭車回去 原車回到團圓總站 再原車不下車 然後坐車回來就有位置 西鐵之外,搭輕鐵一樣禁壁 這日下午,黃太由元朗出大堂路買菜 雖然已經過了繁忙時間 月台還是擠滿乘客 其實在這位置,有多寬闊 站在這位置危險得不得了 有一輛車下來,失望人 街市這邊很多人走過來 站在這位置不知怎算好 這邊有私家車,有巴士,有小車 這裡有輕鐵 那裡真的一米都沒有 最危險是那裡 一米都沒有 我們站在中間那裡,跌那麼多路 後面就是輕鐵過的 你沒有理由增加了人口 人家走不到站不到 那時候你才去搞馬路 他不派餅 黃太因為不滿意港鐵的服務 於是加入居民組織 向有關部門反映問題 試試先站四個,試試先站四個 不要站 我可以第六個,站不站到 你會在上面勤下來 如果我站進去 基本上就可以打架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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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街坊最不滿的 是港鐵一直低估車廂的擠迫情況 好像長期以來 他們都是用每平方米 企六個人去計算車廂的飽和程度 嚴重高估每卡車廂的載客量 到最近 港鐵才公佈 應該用每平方米 應該用每平方米企四個人來計算 根據新的計法 將軍澳和東鐵線 在繁忙時段的載客量 早就超出負荷 當中 將軍澳線的載客量 更加達到100.6%的水平 顯示長期超載 我希望給港鐵的壓力 讓它會增加多些班 就是要買多些車卡 你能不能賺那麼多錢 那錢你來做甚麼 你當然要增加這些服務給我們 對不對 只會收錢 錢會賺 又會加車費 但是沒有好的服務給我們 要不然有壞車 要不然上不了車 這對我們來說是不公平的 對市民 有車嗎 131車 131車 擺放多少路 梁志剛是輕鐵車長 也是港鐵基層員工的工會代表 他說 擠迫問題不單止影響乘客 對前線的員工同樣帶來壓力 輕鐵最初的設計 我猜他都不是想著這麼厲害的客量 自從有了西鐵 甚至他的客量才有這麼飆升 公司也要做一些事 去舒緩乘客的壓力 令到所有乘客都享受旅程 不是去到旅程中 是一味是鬧 馬上埋怨上不了車 這些情況 其實我們冷眼旁觀地看 我們身為一個司機 都非常沮喪 有時候無奈就說時間已經過了很久 但仍然是關不了門的時候 令到我們那個工作的態度 當然就是希望的乘客可以上升 但如果繼續不斷逼下去 那輛車就越來越前 是一個骨牌效應 整個車就會倒閉 那那個時間 那個心理關口的掙扎 究竟關門還是不關門 你關門就可能夾到他 不關門 那你就越來越前 興鐵是死症來的 我離開九鐵之前 2005年我們訂了22卡車 今天港鐵告訴我們 是在2011年才投入服務 即是說由訂車那天到投入服務要6年 那我問他那22卡車之後有沒有訂過新車 他沒有 你今天准不准準備訂新車 他沒有計劃 那即是說肯定未來6年 不會有多一架新的興鐵卡車 那他又不准準備訂新車 未來6年洪水橋已經多2萬人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計時炸彈 就是一個荒謬之處 田北辰曾經擔任九鐵主席 他認為造成港鐵擠迫問題 最大原因應該歸咎港鐵管理層 和政府對鐵路規劃 缺乏前瞻視野 逆施落後 過去十年樓又不起 地又沒有提供 接著新的鐵路也沒有做到 沙中線其實一早已經說了 現在遲了5年 所以過去十年 其實所有新的規劃都沒有做到 所以我們在前面的坑裡做一個尋規劃 今天是牧師的檢查 我們會看看波口位的情況如何 如果它壞了就可能會影響列車的運動 尤其是轉路軌時 有一個路軌轉到另一個路軌時就會有些影響 黃元活負責維修鐵路的信號系統多年 他承認港鐵近年乘客量不斷上升 令員工面對前所未有的壓力 一有所謂霸鑊 我們第一時間一定要先解決 先回復服務 變成我們不是即時的工作 可能要先放下 先做即時的維修 但不等於那些事情不做 那些事情都要做 變成那些時候同事休息回來做 就積累了很多工作壓力 大家看到我們服務承諾又不斷提高 例如加班次 乘客又多了 各方面 很多紳士陸陸續續開 有很多人退休 如果公司再不加強 招聘更多人手 這裏就肯定員工壓力越來越大 可以說十個茶煲 九個蓋都沒有 七個蓋 就是這樣 除了前線人手不足 身兼港鐵工會主席的他 還批評管理層 將部分維修工作外判 影響服務質素 好像試過有外判商 因為不夠人手應變 要臨急抽調港鐵的維修人員過去支援 例如跟營運有關的核心維修工作 或者營運的東西 是直接影響服務的 所以這方面 我覺得是不可以調以輕心去外判 港鐵的間 沒有其他公司可以有 有本地的員工 有這方面的技術去做這件事 變成你再外判的話 你只能夠可能是隔低者得 就算你外國公司 也請回地區的人去做 其實我看不到有甚麼好處 政府為加強監察港鐵服務 去年引入一個 事故言誤服務罰款制度 實施一年 港鐵已經被罰二千七百多萬 而去年全年 服務言誤八分鐘或以上的事故 一共發生一百四十三次 平均兩日半就有一次 今年年初東鐵線兩次事故 更加是和電力系統的絕緣體質量有關 結果要全批更換 它上次其中一個是脫下來的 脫下來之後就鬆脫了 整塊掉在地上 讓我們看 我們發覺中間的石屎 是用來固定鐵的帽子 但如果石屎中間是有些雜質 或者有些洞的話 其實它的固定力就會變差 而且裡面可能有些火花不斷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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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它 會產生高熱 又會脫下來 現在的 理工大學電機工程系的何教授 受港鐵委託去找出事故發生的原因 給電在這兩個部位 然後看看它中間漏電是多少 我現在在看 如果有電在這裏 它會不會經過這塊玻璃 流到過來這裏 理論上它是漏不到的 因為是絕緣體來的 我們的調查發現 我們相信它在生產過程裏 品質出了一些問題 但一般的測試 未必能夠找到這些問題的所在 現在我們引進了比較先進的測試 我們相信 起碼這一方面 我們能夠控制得更加好 為了安全起見 他們決定 將所有緊要部位的鑄圓體 完全用西鐵或馬鐵的鑄圓體來代替它 他們已經換了 我們可以測試了五百多隻 何教授說 早在事故發生之前 他就建議港鐵用光纖感應器 提高日常維修效率 但是對方一直都沒有回應 到發生連串事故之後 最近港鐵終於接納它的建議 我們可以將一些用光纖製造的感應器 安裝在路軌上 在那裏我們可以看到 車輪和路軌的反應 如果車輪是有些少許崩了 又或者那些貼管是有些少許東西 卡住它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感應到 讓它知道這輛車可能有少許問題 今晚要維修 或者盡快要維修 我們打算在今年之內 是在地鐵的所有線路 比如觀塘線、廣島線、荃灣線 全部都安裝了 這套相似的系統 為了舒緩列車擠迫情況 港鐵月初開始陸續在多條路線加密班次 每星期合共增加三百多班列車 元朗站這早上 在八點十八分 亦加開了一班車 其實可不可以叫它 地鐵數一數人數 這樣究竟現在一平方是多少人 我的子女就是這些數 八點鐘左右上班 那就是很厲害 你看這時間的照片 三萬一 西鐵這方面 它現在 今天已經飽和了 沙中線落成 它多14%的capacity 是頂上了 但是洪水橋 有十幾萬人會搬進去住 新界有很多很多樓盤 所以到時那14% 一會兒就會吸收 還有它那條西鐵線 會延伸去屯門碼頭 如果一延伸之後 現在這個尾站 朗平和元朗這兩個站 大家今天看到的 最荒謬的地方就是八點半 你香港有哪個鐵路站 八點半進去 要等三輪車才能進去 這個是最荒謬的地方 繁忙時間長期超出負荷的將軍澳線 朝早繁忙時段 每個小時也增加了兩班車 阿天上班 發覺在將軍澳上車 的確無以往那麼濟迫 但是去到北角轉車 月台就依然迫滿人 北角永遠都是一個進鏡位 你加到多少車 無論你滑往時間 康程加多一班車都好 個個都要在北角轉車 北角轉車 港島線你不加的 都是一樣出事 長遠希望真是盡早規劃 那個北角島線 大家便不用迫 我們希望最快在2018年左右 我們全灣線 就可以有新的信號系統 可以換到上去 到時我們載客的容量 可以增加大概百分之十 隨著沙中線在2018年到2020年 分開兩個段落的開通 我們相信我們的客流 是會得到很大的舒緩 2020之後的鐵路發展藍圖 我們今年沙後就會公佈 政府方面是會督促港鐵公司 在這方面盡量做得好些 令到不會落後於我們發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 亦都要看下在發展 或者擴大我們的交通網絡的時候 我們面對的製造 無論我們蓋鐵路也好 甚至我們蓋道路 其實在興建的時候 其實都要面對 對周租環境的影響 我們走線 對周租地區的影響 亦都有一些時候 社區上有時候有意見 一方面我們希望有鐵路多些 有多些道路 另一方面 當有道路的時候 當有鐵路項目的時候 亦都可能有很多顧慮 我們希望盡量去平衡好 港鐵乘客越多 不滿港鐵服務的聲音就越大 重量增加班次 並非自本之道 要舒緩現在人逼人 上不了車的情況 難道真的要等到2018年? 我先去下班 一會兒 一會兒 不滿地的 我先講 我先講 好 一會兒 你吃一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